Alan 很短線來看 你覺得今天會不會有個反彈呢? 即是加上一陣間 其實一開始的話 正常點都會彈一點點 即是現在的期指都開了 我現在按不到機 期指現在是不是還未升 還是還是跌呢? 是升人的 是的 現在正在升的 我先按一下看看 都升了186點 這個一開始 其實近來的港股 你會發覺 有一點點是在走那個 是所謂 因為之前我們那段落跌得很恐怖 即是兩萬多點跌到一萬八千元 其實近來是有一點點是在走那段落 小型的翻版 我都要強調小型的翻版 那個意思就是說 我都真心不認同 如果市場會這麼脆弱 是去回到一萬八千元 那個位置我覺得太低了 即是我不太接受 是去回到那個位置的 老實說 只是說它走 它可不可以走一段 就是說 由兩萬 鬆一點 跌到一萬八千元 這一段的 即是跌浪的小型 翻版呢? 其實它是可以有機會 它現在也都在做了 老實說 OK 那這段落的特性呢 其實很明顯是說 每一天開始 它未必跌口低開的 它可能是平開 或者是高開一點點 它通常是捱 可能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 都捱完之後 它就開始向下跌 或者是直接跌口低開一點點 然後就大陰燭跌下去 就好像沉浪那樣 總之它每天都是跌 每天都是跌的 所以投資者呢 就是要小心 如果它每天都是 那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 然後就馬上急轉直下的話 那大家也要相對提防 這是第一點 而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恆生指數 那個楚河漢界 是很容易分的 楚河漢界就是一個比喻 就是說那些分水嶺 那些很大的分水嶺 那現在楚河漢界 其實很明顯 就是大概在21,500那些價位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21,500這個價位 其實是無論是我們4月1日 如人節開市那一天 那以至就是說 逗到它大概是8日 還是7日的時候 其實我有兩次都試過21,500的水平 現在就可以反上去的 那最高下去是22,000多 然後再急轉直下跌下來 那昨天就很順利地 是跌穿了21,500 這樣說起來很壞 但是它真的順利地 就跌穿了21,500 而且是比較重力的 就是轟穿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短狂的角度 就是如果你不可以 用支比較漂亮的洋足 如果是升到21,000或21,600 樓上的話 其實它仍然是有一定的 是在一個技術上面 是仍然有一定的弱勢的 所謂的風險 那這個就是一個 今個月裡面的楚河漢界 那大家就最好是記住 這個也都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我知道現在這樣跌了 大家都很手痕的 很明白的 如果你沒有什麼貨的話 那你可能買了一點點之後 那如果你是否再麻木這麼加碼呢 很明顯我覺得就不應該了 那可能你想進一步是說確認了 或者是有機會確認了 都相比是好的勢頭的時候 起碼你升穿那些我講的 那些這樣的價位 然後再做考慮 就好過你每點五百點摺一下 每點幾百點摺一下 你沒有多少口可以摺的 所以在純技術而言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看 會比較清晰一點點